嗨 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来到自由亚洲电台的谈话节目 我是王允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关于旅行 夏天正在过去 秋天即将来到 那么在这个夏天当中 很多人都有去旅行 也有自己的见闻 那今天我们请到了经济学人 同时也是时政评论人 是秦伟平先生 很多人也认识他 来跟我们讲一讲 他在刚刚结束的亚洲之旅 秦先生你好 王允先生你好 自由亚洲电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知道你刚刚从亚洲回来是吗 对 然后这次有去新加坡日本 然后有两周的旅行这样子 这次旅行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吗 是这样子 我们从去年开始呢 我个人因为对那个TPP项目 是很有研究的兴趣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个计划 对现在TPP11个签约国 都做一个实地的考察 然后我们自己评论脱口秀 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观众 然后希望跟当地的观众 有个见面会 然后有些沟通了解这样子 所以去年我们去了马来西亚和文莱之后 今年我们就安排去日本和新加坡 本来我们还有计划安排 像越南也想去 但是有很多观众朋友 像我们建议说越南呢 现在安全可能没有太好的保障 所以这次主要是新加坡和日本 从8月12号开始到8月26号回来 整整是两个星期 所以这次我感觉是一个学习之旅 考察之旅 也是一个感恩之旅 你提到了你的旅行计划 那为什么这一次你要选择新加坡和日本呢 是这样子 新加坡日本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越南 都是亚洲的几个TPP的国家 因为去年我们已经去过马来西亚和文莱 所以非常想去看一下 然后特别是新加坡和日本 都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 我认为对中国目前的一个状况 包括政治也好经济也好 都有很多借鉴的作用 所以我特别想去 然后这次终于可以安排 然后去 所以如愿以偿这样子 那你跟我们多分享一下 你在新加坡和日本看到的现状好吗 多一些细节 我想这样 观众也想听到 你比如说新加坡 我看到你在直播的视频当中 对新加坡真是战役有加 那你能跟我们讲一讲 在新加坡里印象最深的东西吗 新加坡 我也是第一次去 包括日本都第一次去 但是这次对新加坡印象是非常非常好 因为之前没有去过的时候 我们知道新加坡是经济比较发达 然后政治上可能相对比较保守 我们外界其实有很多批评 比如说新加坡是一个威权体制 然后公众是没有相对的言论自由 空间会比较窄 然后批评的声音其实也蛮多 但是我这次实地去看了之后 我跟非常非常多的新加坡的公众 有聊天 有观察 然后发现其实坦白讲 新加坡人是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 然后整个国家 整个城市都是非常干净漂亮 然后规划得很好 特别是跟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住房 医疗 教育 这些方面我认为在整个发达经济体里面 也做的是比较好 值得很多国家去学习借鉴 还有我们中国老百姓 中国公众可能特别会关心的 他们政府的一个连接高效的问题 我也问过很多投资的人 然后老百姓都给予一个很高的评价 这一点我不知道中国未来能不能学到一二 确实是非常非常赞 你刚才提到了新加坡的威权体制 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 实际上从很多年前 实际上中国就一直有一种论调 说中国应该学习新加坡 那你觉得中国学习新加坡的 应该是它的威权体制吗 还是其他的东西 新加坡首先它在经济上是发展是比较成功 然后公众对它经济发展还是比较满意 然后他们也有选举 然后国会议员都是通过公众选举的 然后执政党他们是也会感觉到公众这种压力 所以他尽可能是把他施政都做得非常好 然后老百姓的福利做得很好的 谋取大家的同意 从他1965年比如说建国之初到现在 他的一个执政党的一个支持率 确实是有过一些变化 然后特别是也有一些反对党的挑战 然后公众的这种权力意识的提升 他们有一些压力 但是到目前为止最低的支持率都超过60% 换句话说他们现在的执政党是非常得人心的这样子 这样的状况 您刚才提到中国会不会借鉴 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借鉴到新加坡这样子这种模式 以前国内军案您提到了讲的蛮多 如果能学习到新加坡这样的样子或者能学到他一半 我觉得对中国公众来说都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你的意思是说你比较认可新加坡这种威权体制吗 在每一个国家每个发展阶段可能选择的发展模式 我认为这个真的是实体看了之后感觉是不太一样 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一个国家 在周边都是几个大国 像马来西亚印尼在这样的包围之下 然后他能异军突起 能创造这样的一个经济奇迹 包括这个社会管理的一个奇迹 我认为包括他们说的国父李光耀先生 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那中国能从新加坡能学到的 可能表面只是看到之后 比如说社会稳定了 然后就像中国共产党 就学他的执政党一党独大这样子 我觉得难度会非常大 因为一个政党他真的是为公众去牟利的话 然后又能再排除万难 又能允许反对党的存在 他们是我想强调一点 新加坡是允许反对党的存在的 不像中国目前我们知道 他的反对党是不太存在的 那个几个民主党派都是花瓶 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反对党 但是新加坡它毕竟是一种威权体制 对不对 它不是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体制 而且你刚才提到 有60%的新加坡的选民支持他们 支持这个执政党 但这也意味着 有40%左右的选民并不支持 那我想了解一下 你在哪儿是否了解到这些不支持这个执政党 或者说对这个执政党不满的地方有什么 不满的主要是比如说言论自由这一块 确实是反对党它会提的比较多 因为他们对言论控制还是比较严 比如说你不可以去批评最高领导人 或者说批评他们这个政府 就是很严厉的批评 是不太允许的 我们知道最近发生过一些事件 是有一个愚心的少年 然后在YouTube做了个视频 在批评他们领导人 然后都受到打压这样子 包括您刚才提到黄敬也是 我认为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因为我这次其实本来有约到 他们新加坡著名的两个学者 去进行对话沟通交流的 一个是叫郑永年教授 另外一个是一个郑伟先生 然后都是在新加坡文化界 学界都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但是他们都很委婉的 或者说拒绝的跟我见面 我觉得可能会跟黄敬先生 这个黄敬教授这个事情会有关系 我能感觉到这种对于言论自由的打压 这是两件事情 黄敬是涉及到一个国家利益的一个问题 但是你说到前面说到年轻人被打压 言论被打压 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 那么是否意味着新加坡 在你看来是否还是有改进的空间 当然 我认为新加坡它未来会有 在言论自由 在完全是这种 比如说西方的宪政民主方面 它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需要新加坡人 包括他们执政党 在内一起努力去变化 适应新的形式 包括它传统来说 比如说你去把福利搞好 把老百姓的事情做好 这个还不完全够 当老百姓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时候 它其他的诉求 政治诉求会体现出来 然后我相信新加坡政府 应该会及时的去正视这种诉求 然后顺应民意做更多更积极的改变 然后但是到目前为止 比如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我认为他们做的还是不错 并不代表说 它未来就一直是采用现在这个体制 世界都是在变化 他们应该也顺应这种变化 好我们再回过来谈黄敬这个问题 你在那儿对黄敬这个事件 有没有了解 有了解 您刚才提到说 外界的报道都说 黄敬涉嫌是做外国代理人 这样子一个问题对吗 然后我在当地其实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他们告诉我说 其实黄敬可能真实的问题 是因为经常会批评政府这样子 但是这个新加坡方面 可能不太方便讲 这是当地公众告诉我这样的一个事情 不止一个人跟我这样讲 但是事实的真相 我们也没办法去查证 可以说明一点 新加坡它确实在言论自由这方面 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我觉得这一点 你的这个发现是有价值的 因为之前我们所听到的 就是黄敬是因为作为外国代理人 而遭到了目前的这种处理办法 好的那我们聊一聊东京好不好 因为我看到你在东京去访问了歌舞伎厅是吗 我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对歌舞伎厅是东京一个著名的旅游圣地 也是世界著名的一个红灯区 那我主要是从了解日本的这种角度 然后专门又去看 然后我住的酒店 其实在那个购物集厅附近 那个叫新宿区 我有观察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其实外界可能就是把这个 比如说购物集厅 作为一个日本特色的一个风俗行业 作为一个招牌 可能夸炸的比较多了 实际上在日本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就是它是合法的嘛 就是它一些色情行业 没有严格的一个管理规范 然后都是合法的这样子 你怎么理解它这种制度 这种制度其实在很多民主国家 都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色情行业 你又没办法完全去取缔的话呢 你还不如让它合法化 然后再有效的管理 避免更多的犯罪 然后还可以保障国家的一个税收 我认为赌不如输了这样子 我认为日本这方面做的还不错 而且我去在那里生活 在日本待了一个星期左右 当地的治安非常非常好 哪怕是半夜凌晨一两点钟 走在街上都是治安非常非常好 这一点我觉得 我在美国都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感觉 然后在中国就更不用说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你半夜一两点钟 我有坐地铁嘛 然后出去旅行 然后又觉得 日本的治安环境也是非常好 然后刚才说购物机厅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然后都是合法的可能就会比较好这样子 那这次在东京你有没有遇到 就是说专门去考察他的政治方面的这样一些现象 有我通过一些蓝本的 然后有一个朋友介绍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华人 也是有竞选他们的一个议员 他的名字叫李小默 可能很多中国的朋友 对很多中国的朋友 然后海外的华人可能对这个李小默先生都有些关注 他的经历是很传奇的 他在日本接近三四年 前两年他加入日本国籍 然后宣布竞选新数区的议员 而且是只差几百票就会成功当选这样子 非常有意思 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日本的一些生活的体验 然后他希望说为公众做更多的事情挑战自己 以前只是一个底层的工作人员 然后慢慢的又成为作家 然后又想从政这样子 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 另外其实关于日本我想更多的分享另外一个事情 我认为是很重要 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中国和日本之间 我们讲中日关系 中国人大概有90%对日本人是没有好感的 日本作为一个调查是有80%日本人对中国也没有好感 然后中日两国我认为是一种很严重的互不信任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在中国可以知道很多都是官方的宣传也好 或者是影视剧的影响也好 大家都觉得日本是一个很不友好的敌敌的国家 加上它确实在每次二战的问题上 对中国的侵略问题上 包括参拜进国神社的问题上 让中国公众是有很多微词 但是我强烈的感觉到日本年轻人 日本人他其实已经走出了二战的这个阴影 然后他们就是 我觉得他更面向现在和未来 他已经是把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社会管理的非常非常好 我们中国还停留在过去 就好像中国的活在过去 他们一直活在未来这种感觉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种感受也非常强烈 对这一点我想让你更深入的谈一下 你觉得中国的年轻人活在过去 日本的年轻人活在未来 你这个我们参数一下好吗 好这个事情其实我有特意跟 找了几个日本年轻人去聊天 然后有的是有翻译 有的是他懂一些中文 他们确实是这样 因为日本他们生活的怎么说呢 是非常安静 然后社会也非常有秩序有礼貌 去日本你会首先发现 除了说他经济发达 然后社会治理很好 安全然后干净食品也好之外 你会发现他们日本人之间 他们人际关系很和谐 然后大家非常非常有礼貌 然后有时候是难以想象 比如说我们讲话 谈完事情聊天完了之后 他们都会鞠躬 鞠得很弯的这种 很深的这种躬 然后表示尊敬 这是他的礼节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文化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 其实可能几千年之前 也是这样子这种礼仪之邦 但是我觉得在日本 更看到这种礼仪之邦 这种力敛 这种礼貌 这种低调 然后但是在中国 我们发现中国 特别是近30年 这种经济腾飞之后 中国人变得非常浮躁 然后非常 你觉得这方面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 你感觉中国的年轻人 特别浮躁 这个可能跟整个国家 这种经济社会急剧的变化有关系 然后很多人都失去自我 然后为金钱至上 这样子 这可能会对大家的 我觉得成长不太有好好的帮助 加上我们刚才提到说 舆论的先传 对这些人都影响很大 我其实这两天回来 我跟国内的一个小朋友 一个上小学的小孩子说 我去日本了 他说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话吗 他说哇 你去了我们敌对的国家了 我大吃一惊 才几岁的小朋友 都说是这样的话 所以我觉得未来真的是 就像我在日本 跟我们评论的观众朋友 见面会啊 包括其他的朋友交流 说的一样 中日两国之间 未来要关系正常化 相互信任 或者共同发展 必须要加强 两国之间民间的这种交流 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交流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是邻居的国家 而且人口也非常大 都是世界上现在GDP 排名第二第三的一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 我不希望未来发生冲突 如果发生冲突 在现在这么互不信任的基础下 又有钓鱼岛问题啊 又有其他二战的遗留问题啊 这种 那你提到了 就是中国 还有日本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交流 我想这也是个很重要的话题 实际上我非常关注的是 华人在东京日本 或者在新加坡 他们在当地的这种作用 特别是他们在政治上的角色 因为我们通常认为 中国人普通的老百姓的话 他们对政治是回避的 那当但是当他们来到一个开放的社会 或者是像新加坡那样 有限开放的社会 他们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姿态 刚才你已经举到 李小木这个例子 那么能不能有 给我们多讲一下 他们华人这种影响 在日本的话 因为日本的整个人口 是有1.3亿左右 还不到 然后华人在里面 大概是80万左右 有永久居民 或者说已经加入日本国籍了 这样子 然后像李小木先生站出来 在金权议员 据我所知应该是第一个 但是可能会鼓励更多的华人 去踊跃地去参政 议政这样子 是带了一个好头 然后据我了解 在日本的华人 那个经济状况都还是不错 就像您刚才讲的 大家都还是比较顾各自的生活 然后对政治的热情也比较缺乏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我想强调一下 就是说在日本的华人 比如生活10年也好 5年也好 或者是20年也好 他对日本社会的一个 基本状况是非常了解 他们知道说 日本人其实已经不是说 我们中国人想象中的日本人 比如说老是想调起战争 然后对二战也不反悔 基本不是这样子 日本人其实我认为 我得到的信息说 他们无论从政府还是到民间 对二战的历史 比如说清华的历史 只有一个深刻的反省 然后这种信息 我认为应该要正确地 传递给中国大陆的人 特别是年轻人 而不是说政府因为 他们自己的一些假想敌的需要 或者怎么样去强加这种信息给老百姓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而且我认为说 在日本比如说有80万华人 他可能经常会回到中国 我希望他们可以做好这种友谊的桥梁 真的是把这种正确的信息传递出来 而不是说只是过自己好生活就好了 因为在日本说实话 我感觉他们社会管理水平都是非常好 而且在某些方面可能已经超过美国 这是他们给我的一个说法 好的你这一次去新加坡和东京都是去宣讲了自己写的那个书叫做中国危机路线图 那我想过来听你办这个讲座的人都是对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现状比较关心的人 那我想了解一下他们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来到你的讲座当中 他们主要关心的点是什么 好谢谢 那公众可能也知道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呢 有两场的一个主题演讲会 然后还有我们当地的评论观众见面会 然后因为我在当地其实并没有多少朋友嘛 主要是靠义工来帮助组织的 然后这些义工呢 包括我们来的一些成员呢 主要比如说以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学生 青年学生在日本的或者在新加坡的留学生 然后还有一些是刚刚工作的人 然后还有一些是新移民 比如说也不叫新移民了 或者说移民10年20年这样的人 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是当地的华人这样子 甚至还有在日本也有一些日本的日本人参加 他们对中国问题也非常非常感兴趣 这个三个组成 然后您刚才问到说他们关心中国问题 事实上中国没有办法不关心 因为中国它现在的发展已经可以影响到全世界 我提到说中国危机路线图 我这个基本的一个理论呢 就是说中国它的经济高速发展到三十几年之后 会引发了会很多问题 比如说它从那个债务危机开始爆破到金融危机 然后到经济危机 经济萧条 进而引发这种社会危机 政治危机 最后可能会引发难民危机 我相信在我的很多观众朋友里面 其实引起很多很多共鸣 因为很多人 他们不光是说是普通老百姓 他们其实也是很多学者 也有很多是企业家 他们对本国的状况 对中国的状况 其实有相当多的了解 我在日本也碰到一个大企业家 也是我们评论的那个观众 他就单独跟我聊 然后他说我的很多观点 他基本上是完全认同的 因为他的判断和我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 然后他本来是在广州有投资工厂 然后他下一个工厂准备就投资在日本 他就不投资在中国了 他也考虑到未来可能这种风险 当然我们其实大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说 希望能平稳的去 怎么说呢 大家都能度过这次危机 而不让整个国家 或者说老百姓有太多太多的损失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我会出第二本书叫 《中国危机大逃亡》 可能在十月份十一月份出来 我希望说 建议大家怎么样采取一些措施 尽量保证自己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其实没办法改变这种大局 但是可以从细节入手 保护自己这样子 那你在办讲座的时候 肯定和他们的这些听众有一些交流 那你觉得他们问的问题当中 有一些什么东西是你没有想到的 而他们又对他们来讲是特别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五花八门 我们讲座其实可能不到一个小时 但是我们提问互动的时间 可能差不多平均在两个小时左右 基本上来参与的与会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基本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提一个问题 也有关于我个人的问题 也有关于中国的问题 也有关于中国危机之后 然后大家怎么样去把握一些市场机会的问题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每个人关注点也不太一样 对他们当中对目前中国所存在的问题 或者说像你说的是危机 他们对这种危机的理解 合理有没有存在一些比较大的差异 有 我认为是有两极分化的这种趋势 一般人来说可能会认为中国 都看到中国这种快速的崛起 比如说经济总量的提升 然后中国资本四处出击 比如说到日本也好 或者在新加坡也好 会经常看到中国风云而来的游客 大手笔的购物 甚至有些投资 我们知道说最近像那个支付宝 蚂蚁金服 他们都是进军日本市场 他们会感觉到中国资本的这种 中国资本的力量 包括中国崛起的力量 有些人会认为说 中国确实是上升阶段 然后很厉害很厉害 然后认为未来可能会发展的更好 然后有另外一个极端的感觉 就是说中国现在其实 它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掩藏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一个经济体不可能这样子持续的发展 可能会出状况 那你说到 你说到他们当中有些人 理解中国资本的对外扩张的影响 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新加坡 你觉得新加坡有没有人提出来 中国资本在新加坡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没有 因为我看到新加坡 其实它采取了一个非常灵活的策略 它是非常欢迎说 外来资本投资的 然后它政府给了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它主要考量是说 在整个世界经济里面 它是可以左右逢源这样子 非常灵活这一点跟日本不太一样 非常灵活 我知道很多中国的资本在新加坡 有很好的投资而且输货 不错 你传统行业也好 还是说比如说像一些航运行业 什么的都都有看到这些投资的身影 政府的政策非常好 那让我们回到一个问题 实际上你这次旅行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是考察TPP 在这些国家的当地人对这个TPP的态度 那么这方面你跟我们谈一谈新加坡和日本 他们两个国家的人民老百姓 他们对这个TPP的看法 对这两个也蛮有意思 他们看法不太一致 在新加坡我问到很多普通的公众 然后他们认为说TPP是他们这个国家 未来保持竞争力一个尝试一个手段 他们经常会说到一个 我们新加坡很小啊 船小好掉头啊 然后有机会我们都要扎住啊 对不对 就像前些年他们引进了这种国产业啊 这种他们的赌场都做得很好 也吸引了很多资本进来 他们觉得TPP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机会 新加坡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呢 然后可以实现一个更好的机遇发展这样子 但日本来说 我觉得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日本的公众有的是不太感兴趣 但是也有一种声音说 哎呀TPP那个本来是寄予很大厚望的了 但是因为美国现在退出了嘛 然后觉得这个好像这个戏唱不起来 有这样一种比较悲观的声音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我会跟他们讲说 因为美国目前他的政治是四年换一届总统嘛 TPP这个可能是一个马达松比赛 代表着更高层级的这种未来贸易的趋势 那可能四年之后换一个总统的话 说不定美国又加入TPP了 可能情况又有变化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其实我可以通过了解看到说日本 他在整个TPP这个框架里面 他的一个野心或者雄心 他可以借TPP这个框架 因为他是一个仅次于美国的一个第二大的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他可以构建他自己在整个世界经济里面的一个影响力 包括他一些政治影响力 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现在的安倍首相都在力推TPP这样子 TPP在日本已经是 他的国会已经通过了这样子 所以在未来 我认为日本在TPP这个框架里面 会有越来越积极的一个作用 谢谢 那么你觉得这一次考察当中 你到日本和新加坡 就TPP这个问题 你所看到的或听到的 对你在TPP这个问题上的思考 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启发 我觉得是TPP是这样子 一个启发 大家各个经济体 各个政府其实都想说 去谋求更好的一个发展 为国家长远的发展也好 还是说为公众的利益也好 都在做这些事情 但是每个国家 每个国家他想的事情可能会不太一样 或者说TPP对他国家的影响 他们目前意识到的状况 可能不是说 比如说可以想象的空间 比如说10年后会是 TPP正式实施后 会对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包括国民政府 不是每个人都想象的有 有同样的一个愿景 但是一旦TPP正式实施之后 我相信它的威力是非常大的 包括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些 它可能对现行的这种WTO的框架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冲击这样子 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比如说韩国 台湾都非常想加入TPP这样子框架协议 所以TPP这个项目我们计划说花五年时间 把现在的是一个签约国 然后全部实力走一遍 我相信几年后的情况可能又不太一样 谢谢 好的好的 感谢秦先生给我们坦诚的谈了一下 他这一次亚洲之行的见闻和他的思考 那么我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让他来谈一谈他以后的旅行的一些见闻 我知道你还有旅行计划 那么我们这一次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好谢谢